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膝盖是一个关节 如果我们常常做下蹲折叠的动作 就会让膝盖产生磨损 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没那么多了 供给膝盖的气血也少了,膝盖又总是会磨损 所以特别需要气血这种润滑油 润滑油充足就没事了 但是润滑油一旦少了就会干磨 就会出现磨损的问题 这时寒气进来 在缺血的情况下再去练蹲起爬山走远路 膝盖只能更磨损了 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在锻炼后膝盖越来越疼的原因 膝关节由骨骨内外侧裸和筋骨内外侧裸 以及冰骨构成 为人体最大且构造最为复杂 损伤机会亦较多的关节 属于滑车关节 很多年轻人患上膝盖关节炎的问题 这个原本不符合自己年龄的疾病问题 却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确实是挺苦恼的 那么小编就来推荐大家几个治疗膝盖关节炎的偏方 一就是利用韭菜来治疗膝关节疼痛 韭菜也被叫做营养菜 韭菜除了做菜以外 还可以将它外用 在中医里有人把韭菜称为洗肠菜 它未腥入肝筋温中行去散瘀 而且它还含有挥发油及硫化物 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等等 有建位提升的功效 现代研究还证明了 韭菜叶含硫化物、甘类和苦味质 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C、钙磷、铁等矿物质 食用和外用有广泛的保健功效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 可以利用新鲜的韭菜素根 将它搓出汁液涂抹在欢处 每一小时擦一次 连续食日后就可以看到痊愈了 虽然此方法非常好 但是却需要坚持一段时间才可以减效 除了利用韭菜以外 小编还要推荐大家利用吹风机 对着泛关节炎的关节那个地方 吹半个小时 温度自己控制 小心不要烫着了 如果不严重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见到疗效了 此外 大家还可以利用艾叶 专家就在研究 艾叶在舒缓疼痛辅助治疗 膝盖关节炎上的效果 结果是备受瞩目的 大量研究证明了艾草具有抗菌 抗病毒抗过敏 增强免疫力正进抑制心脏收缩和降压的药力作用 大家除了可以利用新鲜的艾叶直接将它搓成枝 涂抹在幻处以外 大家现在也可以利用更方便的艾叶膝盖贴 每天将它贴在泛关节炎的幻处即可缓解关节疼痛了 艾叶是透过激活细胞组织增加局部血流量改善血液循环 提高代谢机能以达到治疗膝盖关节疼痛的目的 将艾叶贴在幻处 可以驱风除湿 消肿止痛辅助治疗各种膝关节炎 对于防治关节炎 含湿清洗所致的风湿病 膝关节疼痛等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而且在保护膝盖方面 艾叶通过膝盖穴位达到经络 再通过经络达到体内 从而起到驱寒和通气血的功效 风湿病专家就在250名骨关节炎患者中进行了一项研究 在6周的疗程中 患者每天利用艾叶之贴腐在患处 三分之二的患者反应 他们感觉病痛减轻了 至此可见 患有膝盖关节疼痛的朋友们不妨试一试 这三个小妙招 希望可以帮助你缓解关节炎的问题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